亲爱的 有时候觉得好累 也会在孤单中 流下眼泪 用力地长大 就算彷徨也在继续闯 勇敢这所谓天陪 不过是以为 生命啊 一种迂回 让我们实惠 去飞 现在你 走到哪儿 一起 走吧 好下火 不会凉了吧 先凉你就别吃 我吃吃吃 就知道你没穿的 鼻上 别感冒了 开饭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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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的 这是我的 就这个味儿 离爸睡了吗 睡了 还没睡 还要起来昏面呢 有流星吗 新闻上说是凌晨一点 现在不到十二点 能等到流星吗 两年前 我们不是也等过一次 就是仙女座那个 还不是什么都没有等到 还被咬了一身蚊子包 这次不一样 你看那次 天中下雨 今天天气好得很 而且这次好像是 五十年一遇的 狮子座流星 肯定能看到 等着吧 我最近晚上吃太多消夜了 我就长胖了 那就少吃点 不长身体呢 还长身体 你看你这肚子上热 还有一句是 妈妈 你都别死你 不让人流星什么时候回来 飞 飞机 你别问你妈为什么当时抛下你走了 没有 你不好奇吗 不好奇 我 我都知道什么原因好奇什么 她不是抛下我 她是抛下过去所有的东西 原来我们都是东西啊 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 如果你妈想把你捡回来 都回来捡她 想丢就丢 想捡回来就捡回来 她以为她自己是什么人 你妈 那你妈这次回来找你 有什么感觉呗 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觉得很吵 但是看到她过得挺好的 心里有一种 大手都发现的感觉 怎么了 你怕你妈突然回来找你 天天做心理准备啊 我做什么心理准备啊 她要是回来 我就先把我爸的钱要回来 然后再把她赶出去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窝囊 但愿如此 你看她是不是流星啊 津津 醒醒醒 有流星 流星 起 起来 妈 我流星啊 我第一次看见流星 我还怎么像个少女一样 没成本的投资 不实现也没什么损失 妈妈 我在这里 看见我了吗 妈妈 我在这里啊 有两千的曲折 不过失去我明天一场经过 妈妈 你还叫我的妈 所以这梦 也不必说太多 快走吧 我不去 我不去李尖尖家 咱们不是去李尖尖家 咱们去面馆吃面 顺便看看你哥哥 你是个骗子的 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 谁骗你了 我怎么骗你了 你说哥哥很想我 肯定会很喜欢我 可是哥哥都不理我 只喜欢李尖尖 哥哥不是不喜欢你 哥哥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我不要再在这里 我要回新加坡去 这里的东西我都不认识 是 我们又不是一直都待在这儿呀 过完年不就回去了吗 再说 你跟你的同学 已经说了你有个哥哥 明年回去的时候 连个合影都没有 同学会觉得你在骗人呢 是不是 走吧 快下雨了 走 走 回座 好难 我看看 一块长方形踩地长六米宽三米 四周围上礼拔 礼拔长多少米 哪个是长哪个是宽 这个是长 这个是宽 对 长多少米宽多少米 长六米宽三米 所以现在有两个长两个宽 它们一共加起来是多少米 十八米 十八米 对 如果我一面靠墙 比爸还胜多米 我等了 还有什么 我都在那里面 我还不回来 岚 很神奇吧 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雷 你使劲拍门那句都听不见了 好多年 我都一直做打雷的梦 回不去家 找不到路 全身都淋湿 冻得直发抖 后来生了小橙子就好了 再也不做这样的梦 为什么做梦会打雷 因为妈妈怕天打雷劈呀 密歇 好 烦不烦 怎么还不走 行了 别引擎菜了 给你摘碗咱们回家了 走吧 第一 一品 一方面мы 又在 destin 一方面 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 你肚子很疼吗 脑个疼 还因为哥的事 你不是总说 有妈的孩子总比没妈好吗 话是这么说 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嘛 我真是便宜了 那个讨厌的小橙子了 要是我小哥他妈 也给我带个妹妹回来 那我这辈子 不就给别人做嫁衣了吗 你这辈子呢 你才多大呀 对了 李津津 你小哥喜欢什么呀 小哥喜欢吃包子 喜欢糖醋排骨面 不是 你小哥不是要过什么 生日了吗 我嘴内知道他喜欢什么 我才能给他买礼物吧 对呀 我小哥下周我不生日 你这事都能忘了 我忘了不奇怪 你怎么想起来的 生日这种事 得拿笔记下来 你小哥到底喜欢什么呀 这耳机子球应该很喜欢 她最喜欢黑色了 你选得很好嘛 干吗呀 这几天一样怪奇 你又不是没有妹妹管了 你管我干吗呀 尝了 宽呀 乍来呀 这怎么都弃啊 吃你做谁稀罕呀 我还有我小哥呢 这个耳机AA的钱 我回家给你哦 我愿意没关系 你去跟你二爷聊天 我来打下车 你干吗 我正做着饭呢 你又不会弄 再说那边不是李津津陪着呢 李津津又不是人家外甥 快去 我求你了 我跟我二姨 真没什么话说 快去 你二姨特意过来给你过生了 没话说找花生 去 我过上那七号的水果端进去 你 你 你别动刀了 切着手 你把那香菜洗吧 行 李家大小姐 叫我尖尖就好了 尖尖 你弄这个不耽误学习啊 不耽误啊 平时我学习也不好 二姨 李尖尖 刚切了苹果 你快吃 来 来 先先吃 不行 你这手脏了 那有天儿吗不是 你瞧你的桌弄呢 一会儿你自己收拾啊 知道 二姨你要说什么呀 直接在外面说你就好了吗 你坐下 好 你刚才怎么那么跟李静静说话呀 我怎么跟她说话了 我不就是正常跟她说话吗 二姨 你不过真把李静静当李家大小姐了吧 反正你那么跟她说话就不对 你在人家家里白痴白喝的人家 还负担着你的学费 你给人收拾一下桌子怎么了 二姨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在家里一定得勤快 二姨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 你不能跟人家灵霄比呀 人家爸爸是给了钱的不一样 所以说啊 你在家里一定得懂事啊 好 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估计啊是忘取蛋糕了 都走楼底去了 又回去取去了 都别打个电话 来来来来 你怎么才回来呀 爸 我这走到楼下了 相信蛋糕没拿 你干我说什么来的 来 那个叫小剑吃饭 好 你知道对我昨天打过很多行动吗 你现在的好条件啊 不是白来的 人家没有义务负担你的学费 所以说啊子秋 咱们知道珍惜 知道感恩 子秋 出来端菜 好 来了 小哥 小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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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吃菜 吃菜 吃 吃 吃 贺兰 别客气啊 我们家人不会让 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 海潮做这个红烧肉啊 特别的棒 拿手 吃 自己来 你来到这儿 还不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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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过生日我多唠叨两句 说句实话 要是没有海超哥呀 就没有子秋的今天 他要以后敢不孝顺 我第一个打折他腿 子秋 你起来敬你爸一杯酒 我吃汗了 你那气嘛 你请敬他一杯 爸 我敬你一杯 行行行 你喝四点 你少喝点 太甜了 吃菜 你这孩子 你爸那酒都还没倒上呢 你看 这马上都十八岁 到现在还不懂事呢 那个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 你 你 你培养他那么多年 挺辛苦的 吃饭吃饭吃饭 子秋啊 敬你林爸爸一杯 快点 坐下坐 我不用 我不用 林爸 你给我小哥 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我猜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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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劲了啊 没劲了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一定会准备红包呢 又出了红包 你没有别的 你看 还是我姑娘了解我 红包 来 子秋 生日快乐 我 我看看包了多久 干吗抢我红包啊 你包了这么多呀 去年我生日才给我六百 今天涨价了 不是 明年你生日 也涨价 真的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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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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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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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这菜炒的位置真不错 生日快乐 棣 sistem 生日快乐 死 我就说 ano 自我 anchor 你 wound 你 我生lings 你 meanwhile Tony 你别喝了 来一点 好烟 快点把你爸酒杯拿来 快 你们俩 是我儿子吗 你是不是喝糊涂了 连儿子都忍不住了 不是我儿子 没水神关系 不信一个信 咱们也是一家子 也是我儿子 是是是 是都是你亲儿子 和平 我现在难受 你知道不知道我难受 怎么了 我本来觉得老天 对我特别好 为了我这么好的孩子 我特珍惜啊 我 我从这么点回长大了 捧到手心上 我不舍得打 我不舍得骂他 有些人他非得提醒我的 说我不是亲爹 我不是亲爸 我不是亲人 那亲人在哪儿啊 他亲姥姥 打他 骂他 人家 丁晓 见着亲妈都 都睡不着觉日眠啊 一夜一夜地失眠 我看着我就心疼 谁管呢 你们谁看得见啊 你看得见吗你 还有我们家 我们家子秋 说的委屈就更多了 谁都能说得两句 说得两句啊 你要孝顺 你要 你要尊重人 我们家子秋 怎么就不孝顺了 在大半夜的在 在厕所那儿洗衣服啊 跟我脱皮跟我帮厨 他怎么就不孝顺了 你还当着面 你打的 你拽的 你在去打我的 你知道不知道 你要干吗啊你 你干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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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 给自己当个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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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让他蹲地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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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的 滋味 我们 也曾比最伪 成熟者 我去上班了 对对对 就像他这么侧着趟着 这隔个垃圾桶 他吐的时候啊 牵不让他枪着 有什么事赶紧给我打电话 我爸这是憋出病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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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憋出毛病就行了 我憋什么呀 你不是讨厌小橙子吗 我是讨厌他吗 我是讨厌你外婆家女性三代 还整整三代 快变成仓书了 别生气了 他们过来你去送了 你们快点儿怎么这么慢 你慢点儿 你瞧瞧你这一头汗呢我呀 你瞧瞧你这一头汗呢我呀 小哥的外婆家到底在哪儿啊 快到了快到了 小剑啊我跟你说 咱们今天来呢就是来看看小哥啊 看完了咱们就回去 你可别闹啊 我们不带他走吗 他妈妈和李叔不结婚了 他就不是你哥哥了 当然不能带他走了 可是爸爸都给他买了床 你都买了床啊 贺子秋 小哥 贺子秋 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的 我不是说了 我去外婆家住几天 回来给你淡你玉米吃 你怎么不等我啊 你怎么不等我啊 小姐 爸 来 快 爸给你背 来 你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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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孩子不就下里打猪草 下里干活 哪有去嫌犯的 那紫秋 上学怎么解决啊 谁知道 说我随便念一念就好了 我可没钱供他了 赫梅欠你的钱 你自己去跟他要 赫梅欠 我来真的不是来为了要钱的 我就是来看看紫秋 你倒是个明白人 赫梅一个人 跑什么深圳去打工 自己拿的主意 反正啊 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之前啊 非要嫁给能够挨迁刀的赵华光 我不同意 他挥嫁不渴 嫁就嫁了 老老实实跟着他过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嫁得不好 不都是你命不好 对不对 没想到 才一年 屁股还没坐热 回来跟我说离婚了 肚子里还揣了一个 我叫他打掉 他还不肯 说要自己养 我跑去找那个赵华光 那个混蛋东西 说不要 赶紧打掉 妈 你又说这些干什么 我不说这些 我说什么呀 把紫囚交给我吧 我带他进城 给他找学生 我养他 一간대 都会找到 都会找到 你不做了 快去找吧 你不做儿子 快去找吧 人家 给他到 看见 这些人 是你的 这什么吃肉啊 你不是最爱吃糖醋排骨了吗 爸 我不爱吃肉 就爱吃青菜 不行 吃肉才能长高高 听爸的 谢谢爸 吃吧 子秋啊 你妈妈季权来了吗 子秋 您可好好表现 你不听话 你爸就把你送走了 吓唬孩子干嘛 他玩嘛 您 您别这么跟孩子开玩笑 小孩子都是什么呢 这小孩子也会往心里去的 子秋 别哭啊 没事 没事 孩子 婆婆说得不对 她不会跟你送走的 不会的 婆婆跟你闹着玩了 你还真哭了 男孩子不可以这么小期待啊 您吃吧 您吃吧 再不吃这面就驼了 真好笑 海逗 你们干海虫都不高兴了 怎么玩呢 听爸的啊 爸不会给你送走的 哪儿都不去 就在爸身边 你跟小菅一样 都是爸的孩子 爸怎么舍得给你送走呢 我听爸的 爸不会给你送走的 我妈说 你把孩子接走了 你能让子秋好好上学 我只能说 谢谢你 谢谢你让子秋有了爸爸 你是子秋的福星 我现在遇到点困难 实在没有办法 给子秋寄生活费 请你把子秋 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养 你放心 你养大的孩子 就是你的 他会孝顺你 把你当最亲的人 因为他是个重感情的好孩子 很可惜 我跟他只有这短暂的母子缘分 我没有运气 再继续做他的妈妈 但我在远方 会默默爱他 祝福他 永远永远 欠你的钱 总有一天 我会想办法还上 对不起 好 再来 二姨今天多嘴多舍的 惹你爸不高兴吗 没事 我爸不会在意的 二姨不是不知道你是饭 但是咱们 对我好 我知道 还是怪你二姨没本事呀 又来啊 好了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 子秋啊 你得答应二姨一件事 什么事 把你妈忘了吧 别再打听她的消息 也别再找她了 她离开那么多年 别总想小时候的事 这样对你们都好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子秋啊 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你爸对你那么好 别让她上次啊 我知道 乖 生日快乐 谢谢啊 打开看看吧 好 手表啊 谢谢啊 眼光不错 我帮你戴上吧 不用 我这打球都戴什么手表 都放这儿了 回见 这儿 写作业 别磨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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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敲辣牙 大周末的来我们家干吗了 我哥哥呢 不在 他不在家也不在面馆 他不在你家又会在哪 我怎么知道 你打他手机啊 我打过了 他手机放在家里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 你就坐那里 等着 别挡兜 干吗了 带我去找我哥 我凭什么带你去找啊 你不带我去 我就不走 那坐这儿 待着 你带我去找我哥 放手 放手 你要是不放我就揍你啊 我数三声 一 我给你百块 一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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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带我绕圈圈 我哥真的在这儿吗 我也不清楚耶 我猜的 你最好带我找到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我的事了 讨厌鬼走了以后 哥就是我一个人的 我外婆说 那是我哥哥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只是邻居 不管你们怎么说 反正我每天都跟哥在一起 对对对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哥应该是去超市买菜了 走 跟上 我快点 你就是公益的 那你别跟着我呀 我先买个棉 人呢 哥 没事没事 别怕 小哥在哪儿 谁是新谅良的家属 我是 我是他哥哥 情况是这样的 小屁股折 头部还有轻轻擦身 但不是很严重 这样 您先跟我进来一趟 一会儿就去办中央手续 好 你到底怎么说 你到底怎么说下去了 我 你不走 我走 好 你说他还那么小 你们就带着他到处跑 真出了事 你谁能负责了 我负责 医药费我掏 这是医药费的事吗 不是 还有我特别好奇 他怎么掉下去的 你跟我说说 不知道 你跟他在一起 你告诉我你不知道 你觉得我能信吗 我再问你一遍 到底怎么掉下去的 行 行 行 小程了 行吗 小程了 行吗 怎么样 没事吧 你回去顾店吧 没有啊 小程了 真没事 没事 你放心吧 别理我嘛 哥 那个 哥哥 我要哥哥 哥哥 我要哥哥 回去吧 行 那我们回去 我待会儿做点饭 让子秋给你送过来 去吧 走吧 咱们在这儿有事啊 姨 我记得你以前还是 挺喜欢妹妹的 那个时候还那么小 就知道照顾妹妹了 妹妹也挺黏着你 无论谁问 都说我跟哥哥是最好的 可能是我总跟他提拟 所以小程子第一次见到你 特别喜欢你 也许在他的心里 除了爸爸妈妈 你就是最亲的 所以他看到你 对李健健那么好 他心里就 肯定会不舒服 所以 毕竟他是你妹妹 你能不能 把对李健健的好 哪怕分一点点给他 好吗 属于李健健的东西 我不会分给别人 我不是你 我喜欢你 李健健 我喜欢你 李健健 去洗澡吧 我一会儿洗 最近十一年了 赶紧醒来睡觉吧 爸不让你吃糖 趁爸还没有来 赶紧把糖吃掉 不理我 张嘴 张嘴 真乖 怎么 还在想那小破儿的事呢 不是不是你推她的 她是自己摔的 难过什么 傻不傻 我还不可 这倒不是我的错 那你难过什么 谁还去的不是你啊 毕竟是小孩子嘛 还骨折了 这几天 只要一下课哥就往医院跑 还住在医院 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 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那我都好几天 继URE 词 去看 去看 想起第一次 握你的手 你紧握 想我是 你所有 一个 千千 便大了 另一个 便笑了 岁月让我们在中间相逢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不用回望 我会守在这里 陪着你的背影去遥望 我想你住关的旧房子 有一天你寻找新的日子 就像是一片叶子 飞向更远的树枝 那些岁月就像只是昨日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越来越长 我慢慢的走 不用悲伤 我会守在这里 我送你飞向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